看看新闻网 你也觉得白碧威霞 才让她这个人 显得更加真实可爱 接地气 所以当我们发现 女神在这个汤唯 在这个8号在上海 出席活动 当众打小抄 但你还是觉得 她挺可爱的 发生了些什么事 一起来看一下 好 活动专门为汤唯 准备了隆重的 女神范登场 大屏拉开 家人广播而出 一袭黑色长裙 长发拢在后方 一如既往 用魅力覆盖全场 不时淡然地 跟老外聊聊天 优雅得体的样子 完美诠释 美貌与智慧 并重的内涵 正当看客 如趣如醉之时 女神一转头 要对大家说话 可一开口 立即让大家 跌破眼镜 我可以看一下 我手中的小抄 看来女神 也并不总是 那么直信嘛 自从打了小抄之后 腾尾女神 是一路把迷糊 进行到底 我的努力地记住 你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你后面 还有一大段 咱们一个个来好吗 好 好不容易记住问题了 反射壶却长得 令人惊叹 大家等得心都凉了 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点 先愣一下 好不容易开口了 结果一句话之后 腰卡壁了 黄金时代 然后还有 还是转不过去 脑袋还在握抖这儿 看来汤女神 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回答问题 实在不在状态 眼看冷场 女神立即为自己解围 自曝当年就是因为 没有巧舌如黄 口吐莲花的本事 才选择放弃导演专业 改行 做起了演员 读 导演专业的时候 我已经在大二吧 大一还是大二 我已经知道 我觉得导演 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当 我觉得是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这个恨不得是 百科全书的人 他才有这个资格 做的导演以上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没事了 唐女神 大家都知道 你的小迷糊 摔摔头 慢慢蒙 就过去了啦 娱乐新年力 女神百变才最好 上海采访报道 好了 真的是除了喜欢 还是喜欢 女神 老闹 老闹